我们看后逆摊 我们上面所列举的 这四张摄像 都是 后逆摊 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厚的 右手边这一个是最厚的 这一个呢 偏厚 微厚 微厚而且逆 右手边这一个是最严重的 我们看一下 这是有几个生活的小常识 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 这个呢会对我们这个后逆摊 以及我们中医的一些理论 会有很 很好的一个帮助 或者是启发作用 比如说我们炖肉炖鱼的时候 为什么要放生姜 放生姜的作用是什么 其实我们炖鱼炖肉 放生姜的最主要的作用 是去腥去油植藕的 因为生姜呢我们学中药的 我们知道 它有植藕的作用 如果吃肉 特别是肥肉的话 你如果吃多了的话 你就特别感觉恶心 腻的话 你加生姜之后呢 因为它是植藕的 你吃起来它就不那么腻了 你如果炒肉的话 你放一点生姜的话 它吃起来就没有那么腻了 即使你这个肉是肥肉 它也没有那么腻人 没有那么让你吃完了恶心想吐的感觉 再有呢它可以去腥 尤其是无论是肉还是鱼 鱼的腥味是比较重的 你可以加生姜 你加了这姜之后 它就没有那么腥了 因为这个无论是油多了 也就是脂肪多了 还是这个腥味太重的话 都容易造成恶心的感觉 所以生姜呢 它就去除了这个作用 这个腥味油腻的这个副作用 这就是生姜 主要的就是去腥 去油 直藕 降溢 这样一个 我们看很多的这个商品里面 比如说洗发膏 洗洁精 它都有生姜的成分 像我们图中所列举的这三种 它都添加了生姜的成分 那么生姜的成分在这里是什么作用呢 去油 去油的作用 我们洗发膏里边加了生姜 第一 洗出来头发的干净 它不会油 特别是适合这种 头发比较油的这种患者 再有呢 脱皮屑多的 或者是脱发 斑秃的这种患者使用 因为这个生姜呢 它有生发的作用 有一定的生发的作用 它可以 活血 就是让你的头皮 有一个加速你头皮的血液循环的作用 它对于这个头发的生长是有好处的 再有呢 它有可以去泻 就是说 我们上面的这三个 洗洁精 它的作用就是去 就是把这个东西 洗洁精 洗洁精 也就是把这个东西给洗干净 洗的洁净 这洗发膏呢 也是把你的头发脏了 然后洗干净 所以生姜还有什么作用呢 它有一个洁净的作用 你像我们那个比如说我们经常的用杯子烧水或者是泡茶 那个茶壶或者是那个水壶 它时间久了之后 它有那个茶袖或者水袖 它就脏了 它怎么办呢 就加生姜 外擦 擦一下 或者呢 煮 放几片生姜 然后煮 它就会变干净 这个呢 这个呢 也是有一次 有一次呢 我们做那一个姜丝可乐 也是自己做姜丝可乐 然后那个壶呢 它是有一点水锈的 然后就是加了一些姜丝 加可乐 那么一煮 煮完之后 那个壶特别干净 就像新的一样 这就是这个生姜 它有这个清洁的作用 你像那个油糊糊的盘子 在过去 没有那个洗洁精的时候 怎么办呢 它有几种方法 第一呢 用那个丝瓜落 就是丝瓜里面的那个壤子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用食用碱 就是过去发面的那种食用碱 现在都是用那个酵母了 过去就是用食用碱来发面 用那个碱面 或者呢 就是用生姜 用姜片 这么一擦 油糊糊的盘子 一擦 然后再洗 就非常的好洗 它就没有那么油 没有那么粘制了 我们知道这个油盘子 是非常粘制的 这个油是什么呢 这个油就是脂肪 就是脂的脂肪 像我们这个人 我们有句话呢 叫做肥人多弹湿 对吧 瘦人多火 肥人多湿 那么 瘦人多火 肥人多湿 那么这个湿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这个肥胖的人 它是体内的脂肪超标 所导致的 脂肪是什么呢 脂肪 我们在人叫脂肪 在这个猪上面 就叫做大油 这个猪油 就是脂肪 也就是这个油 就是脂肪 那么这个生姜 它可以去除这个油 它可以有去油的作用 那么这个生姜呢 去油 它就有减轻脂肪的作用 它就有一定的减肥的作用 所以我们要知道呢 这个脂肪和这个油 和这个中医里面 所说的湿 是有关系的 它们就是一种东西 其实就是一种东西 它们之间可能不是完全的对等 但是中医所说的湿 也就是绝对的是包括这个脂肪 包括这个油的 因为肥人多弹湿 肥人的就脂肪多 所以脂肪多 换个角度讲 就是湿血重 那么就可以用生姜来治疗 所以舌太厚 是身体弹湿重的表现 舌太厚了之后 为什么会发腻啊 因为它有油脂 溢出来 从舌头溢出来 所以它会发腻 就像那油糊糊的盘子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治疗呢 就是用生姜 无论是寒湿还是湿热 都可以用生姜来治疗 这就是用生活的这个道理 来指导临床 指导中医 所以生活之力 就是中医之力 你如果单纯的 脱离了生活 就是单纯的去思考 你的人体 来各种各样的实验 这个是舍尽求远的表现 中医之道在意外 中医学好的话 不在于你看多少书 你肯上寒论 你肯一辈子 你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大医 它需要你足够的生活经验 因为中医是源于生活的 生活是它的根 你这个浇数要浇根 你浇那个树叶是没有用的 那浇它的树根 这个中医 你要想有一番成就 有一个大的作为 你必须要回归生活 来灌溉它的根源 你才能这个中医理论 这个思路 你才能源源不断的 进行拓展和发展 这就是一个最浅显的一个道理 我们看一下 面筋有什么特性 面筋我们应该都吃过 尤其是北方人 它有的凉皮 里面就有这个东西 面筋 面筋有什么特性 它周围的吸水 你像弄点汤 这个东西就像海绵一样 就像海绵一样 它有很多的这种小空隙 小孔 如果有水的话 它都吸进去 它把你的菜汤都吸进去 还有烧茄子 包括冻豆腐 其实冻豆腐 它也是这个样子的 它也是吸汤的 它吸水 所以说你吃这个东西 它就能把你身体里面的水分 把它代谢出去 治疗一些水肿 包括肥胖病人 都是很好的一个饮食 但是你要低油 你制作的时候要低油 你如果油放的太多的话 脂肪多的话 湿多的话 它就起不到减肥的作用了 去油 去油 沥水的作用了 我们看烧茄子的特点 茄子 我们有的在家里炒个鞋子 它有什么特点 这个东西特别的费油 你放一点油 它立刻 它这个茄子就干了 就粘到锅上了 就糊了 你必须得放很多油 你很多油炒出来 它也不嫌你油多 就是这个东西特别的吸油 特别的费油 所以这个东西 它也是排油的 你吃进去 它把你身体里面的油脂 你的湿血 都吸收了 排出去 前提也是同样的 你得清蒸 你不能油烧茄子 你这个油 它已经饱和了 并且它是高油的 这个就达到效果 你可以清蒸茄子 它就会把你身体里面的油脂 一些水分 给你吸收 代谢出去 这就是利用 这个生活中的 这种种的现象 或者是原理 来指导你的临床 指导你的用药 包括我们的用药 也是这个道理 你这个药物 在生长的时候 它有什么样的性质 你都可以效仿 这个性质 来运用到你的人体 疾病上面 比如说禅退 禅退呢 它这个东西 白天鸣叫 晚上它就不叫了 所以它治疗什么呢 第一 它是善于鸣叫的 它治疗 这个 你声音嘶哑 尤其是这种急性的声音嘶哑 你就用禅退 比如30克 煮水喝 喝个两三天 你的声音就好了 就恢复了 或者呢 失眠 因为因为这个禅 这个东西 白天鸣叫的 晚上它就不叫了 它就安静了 你晚上失眠 心静不下来 你禅退 比如说小孩夜提 一到晚上就哭 用点禅退 用点灯心草 这样一煮一喝水 晚上就不叫了 叫和哭 它是一个道理 对吧 它就不闹了 再有呢 禅退 它是从禅体 禅涌上面脱下来的这种衣服 它是它的表皮 所以它就治表皮的问题 皮肤病 皮肤骚痒 蟋麻疹 牛皮卷等等 骚痒性的皮肤病 它就可以治疗 就是以皮来治皮 以形补形 它是皮 它就治疗你的皮 你的皮肤问题 这就是原类皮肤 这样一个运用的方法具体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湿的衣服如何加速干燥 我们就洗衣服 如何更快的让它干燥呢 我们好好想一想 这个我们在上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 我们学物理学 或者小学的时候 学物理学的时候 我们应该学过的 加快衣服干燥 也就是说加速水分的蒸发 它有几种这种方法 第一就是提高温度 我们都知道 夏天炎热 你一个洗了衣服 你在外面放一会儿 它就干了 你冬天冷 它就不容易干 首先是一个温度的问题 然后增加空气的流通速度 你搭在院子里 搭在一个通风处 它就好干 你如果搭在一个避风处 一个空气不流通的地方 它就不容易干 就比如说 这位女孩子长头发 洗完头之后 她用吹风机一吹 就干了 它是什么原理呢 它就是前面这两个原理 第一 它吹风机里的风是温的 第二 它这个风一吹 它加速了空气的流通 所以呢 有这两点 这个头发的水分 它就干了 然后呢 就是扩大表面积 你洗的这个衣服 你如果把它摊平了 这样去晒 它就容易干 你如果把它都团缩在一起的话 它就干得慢一些 这个都好理解的 对吧 那么这三个是 是物理学上最基本的 加速水分蒸发的 这三种 另外呢 还有一种 就是 我们洗完衣服 得去拧 首先把它水分给它拧下去 然后再去晒 对吧 这个拧的这种力度 我们如果把这个水分 比喻成是身体里面的弹湿的话 因为弹湿它也是没有用的水 就叫做弹湿 或者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释放 那么我们如何来出湿呢 就是这样 第一提高温度 增加空气流通 扩大表面积 还有呢 用手拧一拧 用手拧一拧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按摩 运动 运动 比如肌肉 它的运动 或者呢 进行一些按摩 按压 或者是拍打之类的 就这个呢 就可能就属于那种 来拧那个衣服的 那个过程 那么为什么要提高温度呢 放在中医里面 它是如何讲的呢 在张仲景的 这个伤害杂病论之中 它有这样一个记载 说病弹眼者 当以温药核治 也就是弹眼病的时候 你应该用温药去治疗 用温性的药 比如说 还是举我们刚才 油盘子的 这个例子 如果这个盘子特别的油 我们如果去刷的话 是要用热水 它比较好刷这个油盘子 还是用凉水 它比较好刷 我们都知道 它是要用温热水来刷 它好刷干净 你用凉水 越刷它越黏 越油腻 对吧 所以呢 要用温药来核治 治弹湿的时候 增加空气流通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它放在我们人体 放在我们实践治疗过程中 应该用什么来 来这个代替这个 这个方法呢 就是 因为空气流通 就是有风 对吧 我们人体之中的风 那个脏气 靠哪里呢 就是靠肝 因为肝是主风的 在我们的药物里面 也有风药 我们中医里面 有一个原则 有一句话 叫做 风能胜尸 风能胜 胜就是 胜负的胜 就是打仗 打胜了 能胜尸 尸就是实现的尸 风能胜尸 也就是用这个风药 包括这个行气的药 它可以加速 弹湿的去除 扩大表面肌 这个气机通畅了 把一些预制的气 预制的气呢 就相当于这个衣服 把它团缩在一起了 预在一起了 你把它 把这个预制的气 把它团 团在一起的 这个 这一部分 把它摊平 它不就是扩大表面肌了吗 也就是你行气 树干里气 它可以帮助 你这个弹湿的去除 所以说百寒一除 一湿难去 并不是真正的难去 而是你要把它的 这种理论 给它搞清楚 给它悟透了 那最起码比你 单纯的用一些 什么除湿药 立湿药 它效果要好得多 因为我们可以多管齐下 我们用生活之中的道理 来指导临床 来指导用药 指导治疗 我们这个文字部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 我们来看一下 细心的 懂生活的人 会发现一个生活的小桥梅 到过去吃完饭 像那种油乎乎的菜盘子 上面的油很难刷掉 这种油就是 湿性粘质的像 像很多胖人 身体特别的爱出油 头发油 皮肤油 就是弹湿重的表现 为什么肥胖就是 肥胖就是脂肪过剩 脂肪是什么呢 脂肪就是油 弹湿重的人 大便也是油乎乎的 是粘质的 在马桶上 不容易被水冲走 我们再说那种 油乎乎的菜盘子 用水根本就刷不干净 如胶四漆式的 当然我们现在 都用化学产品 洗洁精 在老时候 人们怎么办呢 年长一点的 也许会知道 比如这种油盘子 不能用冷水 必须要用温水 这样油才好下去 就像在上汉大运论之中 说的病态炎者 当以温药和之 会有黎兆当空 因买自散之说 我们用温水来刷盘子 就是一个道理 万物皆源于道 道法自然 道就是来源于生活 来源于大自然 所以处处都有中医法 这是其中一点 还有的方法就是 用碱面 也就是食用碱 来或者用生姜来洗碗 我们重点来讲一下生姜 把生姜切片 在油盘子上擦一下 然后再洗 就很容易把盘子上的油 给洗掉 在发明洗洁精的年代 讲这些就比较陌生了 如果去逛超市的时候 细心的人也许会发现 很多的洗洁精的包装上 就化着生姜 里面添加了生姜的成分 这就是生姜 有很好的去油去污的能力 包括很多的洗发膏 也添加了生姜的成分 这样洗出来的头发 也会干净 减少头皮线 还能够杀菌止痒 生姜也可以生化 这些产品都是对于生姜这种 去油去污功效的发挥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炖肉炖鱼的时候 都要放生姜 是不是 为什么呢 姜能够去腥去油腻 这样炖出来的肉 就不那么腻人了 因为生姜 把肉质 都给破坏掉了 所以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油腻了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 是比较熟悉的 这是我们生活中 对于生姜的使用 说句玩笑话 不会炒菜的出色 就不是个好医生 但不懂生活的人 确实很难成为一个出色的医生 把生姜的这种去油去污的作用 放在人体上 也是相同的道理 生姜可以减肥 减肥就是去掉体内的油脂 另外呢 生姜还有姜辣素 姜辣素是对抗脂荷素的 脂荷素呢 是形成老年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长服生姜 可以去除老年般的出现 就像我举的那个例子 那个水壶 它有那水秀 然后用生姜一煮呢 那秀就没有了 就是它可以 这个水秀呢 就相当于 我们血液中的这一些杂质 它沉着于肌肤之上的 形成的这种塑斑 所以常吃生姜呢 这种塑斑就慢慢的去掉了 老年般就是皮肤脏了嘛 所以说吃生姜呢 它把脂荷素就去掉了 皮肤自然就透亮 没有塑斑了 对于黄鹤斑 这样一些都可以有淡化作用 因为生姜呢 它就善于去除污渍 既然舌胎是体内 弹湿重的表现 弹湿呢 就是汇拙之气 就像油脂一样的脏东西 自然也缺不了生姜 这位去污的大姜 至于草果炒冰朗 我们不得不提的一个 致意的一个名方 达元饮 达元饮呢 由冰朗草果 厚破勺药 织母黄芹甘草等构成 主要治治疗这个瘟疫 瘧疾 邪伏膜炎症 它症状呢 就是 症寒撞热 发无定时 胸门偶饿 然后 头痛烦躁 脉嫌硕 舌边红 胎够腻 或者呢舌白胎 白厚乳肌粉 简而言之呢 就是舌胎厚腻 厚乳肌粉 就是 就适合用这个达元饮来治疗 达元饮治疗 这一个厚逆胎 它最重要的药物是什么呢 就是草果和冰朗 这里的织母黄芹 少药甘草呢 都是以清热为主的 因为它有麦咸 硕 舌边红 厚破呢 它可以破这个利器 这一些都是对症治疗的 最重要的就是 舌胎厚腻 胎如肌粉 它这个药物治疗 对应的 就是草果和草冰朗 所以呢 由此可以判断 草果和草冰朗 是治疗舌胎购腻 或者是胎白后如肌粉 这个症状而设立的 中医讲究 疫病同治 虽然我们舌胎厚腻的人 不一定都是文艺 但是这种舌胎的厚腻呢 确实可以用草果和草冰朗 来治好的 临床实践也证明了 这两个药 配合生姜来治疗 对于舌胎厚腻 是非常明显的 像那严重的舌胎的 这种厚腻的舌胎 一周内就能基本的去除掉 舌胎是反映身体的一面镜子 舌胎变薄了 证明你体内的弹湿 在慢慢的减轻 凉气逐渐的回复 也就是雨过天晴了 舌胎呢 就好比是云朵 舌胎增后 看不到舌质了 就相当于是 满天的乌云 遮住了太阳光 当这舌胎去掉 邪去而正安 凉消则阴长 这个时候患者 容光焕发 皮肤也透亮了很多 就像太阳光 凉气透过了皮肤 透过了云层 来照射到地面上 你的阳气 透过了你的皮肤 来反射到外面 所以这个皮肤 它是非常透亮和光泽 这个状态的 你的身体也是轻松 有精力的 不会再那么的疲惫 就像灌了签一样的沉重 雨过天晴 头脑也清亮了 不然弹湿众 头脑总是昏昏沉沉 就跟阴天一样 昏沉不清的状态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 回归生活 感悟中医 生活之理 就是中医之理 这就是道 道法自然 有道无数 数上可求言 有数无道 则止于数 你明白了这个深层四的道理 它的一个这个终极哲学 你至于你用什么方法 都是无所谓的 只要你是这个原则 记住了条条大路通罗马 你都是可以到达目的地的 只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 但是有数无道 则止于数 你只会这个方法 但是你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你就不能够很好地去驾驭 这个数 应该是以道来于数 你才能够长久 才能够这种得心应手 为人父母 不知一 为不辞 为人子女 不知一 为不孝 所以我们人活着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两点 一是健康 二是平安 你身体要健康 你没有一个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你没有身体健康 你有再多的钱 也是没有用的 你无福消遣 就像小品讲的一样 你这个人死了 你钱还没有花完 所以健康是十分重要的 你即使是健康的 没有病 但是你不平安也没有用 你走着走着 被车撞了 或者过一个桥 桥塌了 在路上走着 掉井里了 你又要健康 又要平安 健康是靠什么呢 就靠医学 医学是能让你健康的 所以我们要学医 学医并不是说 为了你将来去行医 去当大夫去看病 学医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 我们并不是为了去行医 治病 去走江湖 平安靠什么呢 平安是靠医学 占卜 风水 阴阳宅等等 这样一些 算卦 这样一些 这个可以达到一个趋吉辟凶的效果 有什么灾难呢 你可以占卜一下 比如今年 有什么灾 在哪个方向走 有好运 在哪个方向走呢 有坏运 这个平安 它是保证我们平安的 所以说 一亿同源 一就是医学 一就是医学 就是容易的医 医学 这个都是我们 应该要 如果你有时间和精力的话 应该是要学习和掌握的 这个能够让我们 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 都能够很好的生存 各位同学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号码是 lsqxt520 在历史消息中 有很多有关于中医 舍诊 医学方面的知识 供大家学习和参考